首先看一下这是材料包里面所有的线材 以及一把小尺子 B组线材里面取三根为一组 A线材里面短的是吊绳放一边 然后大爪的我们裁40公分 做第一个绕线 左边空出15公分 然后开始绕 最终呢我们把这里绕成 3.5公分的一个长度 就可以了 第二圈压着第一圈的线 这个没有难度 但是要耐心的把它绕的均匀一些才好看 结尾的地方可以直接用胶水粘一下 但这个呢比较短用胶粘 其他的比较长的是需要打个结的 不一样 胶水点一下粘住就可以了 B组线再取三根 然后红色的线 才60公分 还是按照之前的方法 左边空出15公分 然后绕线 最终的长度呢绕5.5公分就可以了 尽量绕得均匀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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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 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 从这里穿过去 微微拉紧 接下来的几根都是这样收尾 根据数据把5组线全部绕完 最短的这一根 涂一层胶 这个胶水尽量要细一些 然后薄一些 然后对折一下 按压 这个胶水是用的布料胶 需要按压久一点 第二层先笔画一下 看够不够长 长度合适的话 我们修剪一下 然后在刚才的那一层外延 涂上一点胶 要薄一点细一些 不要让胶挤出来 可以少量多次的去补充这个胶 然后把第二层的绕线粘上去 把毛糙的那一面和它粘在一起 遮住那个毛糙的一面 第二层 胶水凝固的比较慢 要多按压一会儿 同样的方法 第三层先笔画一下 长短合适 长短不合适的话 再调整 打开之前很简单的结 然后调整到合适的长度 剪掉多余的线 点一下胶 微微点一点胶就可以了 同样的方法 在帽子外延 涂一层胶 可以多 可以薄薄的涂多次 尽量不要让胶挤出来 然后把第三层粘上去 双手按压一会儿 让胶水尽量的凝固起来 第四层一样的方法 过程虽然简单 但是一定要做得仔细一点 不要让胶水 不要让胶水挤出来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一旦挤出来就会很难看 有点脏脏的感觉 然后把我们的吊绳拿过来 找到吊绳的位置 穿过去 简单的打一个结就可以了 我们到最后 再把这里吊绳的位置 做一下其他的装饰 接下来我们把C柱材料拿过来 这是做帽檐的 最长的那根线 打一个简单的结 做一个开端 剩下的短线 每一组都是三股线 把它通通拧开 然后每一小股线 按照视频里边的方法 和长线结合在一起 固定上去 所有的短线 都是按这种方法 和长线结合在一起 最终的长度是15公分左右 挨个把每个结拉紧一些 舒展一下 剪短 对折放在小帽子上边 看看合适不合适 好 先放一边 我们把这里的长的三股线 通通散开 所有的三股线都要散开 调整整齐 拿梳子 什么样子的小梳子都可以 把所有的三股棉线 梳开 注意梳的时候呢 保护一下我们的帽子造型 修剪一下 随便找一个绳子 做出一个胡子的形状 沿着它的边 把胡子的大致形状剪出来 这个胡子其实在修剪过程中 是一遍一遍非常琐碎的 不是一下子就能剪成型的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 整理胡子是没有技巧的 只有感情 好了 我们的小帽檐拿过来 对折一下 再比划一下 确保它的长度是合适的 然后我们把胶水 沿着红色的边缘 涂一层 边缘上边涂一层 边缘下边涂一层 这样子我们把我们的小帽檐 可以很好的粘在上面 这个布料胶粘的比较慢 要有点耐心 然后把多余的线剪掉 稍微修剪一下 放在旁边让它继续干 这个同时呢 我们把小胡子做一下 教程忘了录制 但是其实做法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胡子保持对称就好 然后我们把帽檐拿过来 继续来调整它 这个过程其实很琐碎的 因为你要把所有的线头都搞得凌乱一些 但是又不能特别乱 所以很考验人的哈 每一组线都是像四面八方散开 然后小胡子呢 那这里直接点胶粘在中间就可以了 加一点胶让它粘牢固 再整理我们的帽檐 梳理下我们的胡子 修剪 这个胡子的过程就是 梳理 修剪 然后再梳理 最后会达到一个比较整齐 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大胡子造型 好 加个烟熏妆 就是用笔画一些假睫毛就是了 什么笔都可以 只要是黑黑的一个效果 吊绳的位置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 左边拉直 右边绕上去 和下一个是 右边拉直 左边的绕上去 反复来几次 这个吊绳就做好了 微微有点小造型 一样小造型的一个吊绳 好了 大胡子爷爷